Hi, Chris Chow, Hi, Kenneth Gundam First? 等一等,很可憐 好,玩具TV第十七季第九集 一开球看到整个桌面都是 今次玩些什么呢? 我们玩层层叠 玩玩具屋 好像你是最有心 研究得最深入的位置 有玩过,因为我很有趣 大家看到我玩玩玩具 很少玩情景 因为情景在我印象中 都是你买Dorama 就不停放在这里 我很少去砌情景 未必需要砌的 今次就满足你几个愿望 它砌起来又不会很碎 例如我砌LEGO 砌LEGO的情景很复杂 但它又算是半成品 但又是半玩具 而你在过程中也取得一些乐趣 而砌出来之后 你又会觉得很棒 有些成功感的意 它的盒子上是一个样子 你可以玩到很多样子 我觉得是挺过人的 同打雷琼真是异曲同工 我觉得它 我们几年前 做玩具TV很早期的时候 也介绍过一个 同样方向的产品 就是一个给你做基地 它这个呢 我觉得是user friendly 很多 那个也不是不好 那个也有灯 还有複杂很多 它也有很多砌法 这个呢 我觉得呢 就容易玩很多 还有它的比例也不同 这个呢 它开足名义 暂时的一系列的产品 是for 1比18 或者1比24 嗯 我想它1比24 才是一些 再细一些 好像星战那些 再细一些的人物 3.75 不过其实你问我呢 我觉得它一比18 是比较配的 是 我也认为 所以你问我 我暂时就当是1比18 的一个情景 那基本上 我觉得它们也有点充着很多 现在很流行 例如Acid Ring 那些品牌 整个feel 都是那种实战型 有一种战线的感觉 其实公公好 他们的缺乏 就是一个很适合的情景 是啊 你知道基地大家都很想用 就是玩高达就会有基地买 但是你玩Acid Ring 其实你有了人 有了载具 有工具 有很多不同 即是机甲好 车好 但是你没有了家 他从来都没有基地 是 很缺乏的这件事 现在正好这个尺寸 可以给它用 而且它都很封严游人 即是它有些细盒一点的包装 譬如你输桌一角 你可能只需要一个细码 譬如你好像 某些人家财亿万 很大位置 你可以买两盒 带回去再细码 即是你office 就可以放两盒 我只是放中的 因为我们香港的代理 很懂得做的 给了一两盒 先试玩 所以我们现在说到 不投入 因为我们已经玩了 也就是反映了意见给那边 因为这是品牌的第一件产品 Fresh Retro 大家看到桌上已经有六盒的东西 本身也就是刚才Walker所说的 真的说Depend 你想摆的尺寸 或者桌上的面积多大 绝对是可以 你想砌多大便多大 好 我想开盒大的 给大家看看有什么配件 接着我们试试玩盒小 好 那我先拿走其中两盒 待会再给予些价钱 现在的Model 就是刚才都放了出来 就是出到一至六 现在是六款 前面一至五 就比较大 去到五至六尺寸就较小 价钱也是反映的 大的是五百多元 小的是八百多元 就有交易 可能小的是 二百多元有罩 二百元有罩 大的是大到这样 好 大家看看 首先它是有些贴纸 这里 也有几多张 我开贴纸 要是阿嘉拿出来 我开贴纸给大家看看 哇 还有两层 是啊 这盒子也挺实际 这个位置挺坎用的 有个手腕 你买大抽小抽 都可以这样玩着去撇 OK 它有停机坪的码 这个可能看不到 白字 对不起 但有这些装饰贴 暂时是亮面的 听说厂方面 就考虑可否转瓦面 嗯 我自己就出现亮面 因为我看到它的胶 本身都在表面上做了一些 晒了个瓦纹 所以看上去就不会很亮 所以如果它转瓦贴纸 会更加合适它本身的设定 它这个贴纸也挺慷慨的 因为我自己继续的盒 是有剩的 其实你喜欢贴纸 你觉得形状差不多 就可以贴纸 是比需要的更加多 撕出来贴纸的时候会不会困难 例如对那些位置 它是贴纸力刚刚没有 无法贴纸 有些贴纸又会 recommended 有些不够贴力 这个贴纸是有很柔软的 很容易控制 例如我自己都经常说 贴纸太短 那我们使用点力移移 这个贴纸 对那些贴纸是刚好 非常好用 突然想起Super Mini Plus 一少少咸了下去 就会变不回来 对 一按摘 就只剩下了一张纸 因為我剛才是幫迪齊勇的那一款 所以一有對比之下 我覺得這個貼紙 當然他頭身很多 適合這個產品 可以撕是很開心的 不得那些是想哭 所以這個是一個要讚的地方 說一說說明書 因為本身其實很重要的這件事 玩任何玩具 你多厲害 你多老手都好 我都推薦真的要看說明書 今次拿了算是最大盒 零一 也挺厚 亦都有本身 step by step 他會很清楚地說哪一套組件有多少件 怎樣裝陷等等 等等等等 其實他的組合不會很複雜 不過反而我們都會示範一些裝陷東西 看見大致上他那個組合的緊緻度 去到哪裏等等 這個最大盒的都玩到你63版 哇 這麼厲害 是呀 63版 當然有部份是說回本身的配件有多少 還有recommand你剛才說的那堆貼紙 貼在哪些位置 其實你可以不一定要跟 而看到他的說明書的內容很清晰 他沒有關係 或者之前砌的東西 他會沒有顏色 而有顏色是怎樣 就是你現在要用的件 他會分深淺色 或者是有些獨立顏色的 他都會分出來的 然後一些裝的方向 用力點的話 其實你基本上可以在說明書裡看出來 還有有件事好的 他那個說明書 他本身用的材料都不錯 它是蠟面來的 過了啞光膠 本身的紙質也不是低磅數 那你多看幾東西 你都會發覺他還能貼到 因為其實A書你就預了東西要經常看 是漂亮的 那我們給大家看看 大家這是最大盒的 我們就給大家看看有什麼類型的配件 這個是樓梯 我們就拿出來 我們就一起拿 因為要拆袋 比較常用的D05就是類似鐵絲網 是的 然後它很有趣 在吸索上面 你都會看到它放了一個 好像適合自己的相片的一個交叉的紋理 樓梯 這個有6件 嘩 這個真的 我不拆了 我怕拆了 散了 會花時間 我們稍後會試製一盒 這個是全式製作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它出了兩件件 或者三件件的主要底板 或者一些牆壁 裝上的件 我們稍後會試裝一下 這個是側板 裝飾件 還有一些圍板 這次包得很好 這次都不斷加上的價錢 這件最大的 五百九十八元零售價 我不知道將來外面會不會貴一點 便宜一點 基本上五百九十八元就是這一箱 然後又會有一些樓梯的欄杆 一些橫的圍欄 或者是一些直極下梯 厲害 不如我們就砌一下 我們因為這盒子很大 所以很需要時間 試砌才有樂趣 我們用一盒小的來砌 這個等我 這個我先放在旁邊 我們就馬上開一盒小的來砌 很重 小心 因為它的鋼水都真的不錯 最小的是 我已經開了五百九十八元 好 已經開了 讓大家看看 不同款式 零一 遼望塔 它有四層 又有檸檬頂 有點像座喜公園那種感覺 就是幾層的樓梯 加上一些欄杆 總數你不要看 塔不算很複雜 164件 這件就足夠你一段時間玩 它砌出來大約40cm左右高 接著 這個就是如果平時有一些 1比18figure是冰的話 放兩三個上去便宜了 垂直的Gard Tower 價錢是458元 而且這個比較特別 它的底部會有一個鐵絲網 類似鐵絲網的拉門 這個就是三層 都是407mm高 即是40cm 其實差不多 剛才那是50cm高 所以件也比較少 是118件的 也有段時間玩 好了 如果地方大一點的 橫向這個Base就正好 哇 本身這類型的Base有兩款 這次這個就是A款 其實它的尺寸也不說得笑 因為它用了6塊地板 但它一旦也不說得笑 一旦前後腳才有型很多 好 其實同系列的B款 其實都差不多 在組合上 只不過零件上會有少許出入 大家都可以 Depend on自己家的尺寸 或者Display的尺寸 考慮兩款進入 還是選擇其中A款或B款 聽廠商說 A和B款是原本想可以合併的 即是它們兩個可以 你買A和B 然後它們真的可以合併 在螺子裡組合一起 就有條長走廊 介紹那個細部份就合適了 一部份 好 接著 剛剛我們拿出來組合的 不說了 哈哈 今次Series的 叫做暫時 最終的第六款 鐵絲網基地 這就是比較簡單的45件件 好了 你先試一下 兩塊水有爪 即是05和06 其實是05和06 這就是05 大家可以給大家一個概念 最小的那件 即是最 價錢最相宜的那件 組合出來 大小會是多少 那我就 把所有包包都打開 等組合就止以加勒 最重要是一連接件 是的 好 一開箱 其實不用看 趕快把Base 它在每個密實袋上 會有那個款式的型號 你看說明書 要找那個袋 把那件組合出來 就用那些組合 我現在就負責開箱 它目前的件數 應該是跟說明書一樣 那是否有什麼件 應該有一點 我們亦都跟廠商反映 希望會有什麼件 如果有就正 每件都有一件 嗯 物差很遠 特別是中間扣那些 你沒有一個也很麻煩 如果每件都能夠多一件 這樣就很合適 好 好 我打開箱子 就留下一個號碼在旁邊 橫向砌的橫拼橫 這些是嗎 我還沒有拆的 是的 來 C05 還有這個 02 01 01 因為我不想全部倒出來 你更難搞 01 01最多的 所以不用擔心 很喜歡砌這些東西 這就是烹飪節目 如果真的沒有時間關係的東西 真的可以現場砌給你 重點就是 你三個男人在玩這些 很溫馨 可能要再增加一點 才看到德哥現在的 落手落腳去烹飪的動作 等我拍 我個人建議 可能是你放在桌子上 橫拼橫拼 像暗力一樣 那它就不會有前後拼的問題 還有這些 這裡可能會阻礙你 可能會有一個吸 是的 還有我覺得這些不用擔心 太大力會爛 這些暴力是絕對可以出奇蹟的 它的膠是有少許柔軟度的 所以就 好 搞定 不會很容易爛 這個就是樓梯桿 或者是可以向上發展的 所以它有兩個不同的方向 有甚麼可以幫到你出聲 因為你叫號碼 現在有點尷尬 多人都未必可以幫到手 多人會亂 當然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可以看看把鐵絲網放進去 現在開始來砌鐵絲網 也是C01 鐵絲網 是 在這邊 這邊 我們先砌底 那它要橫拼橫 就是C01 OK 橫拼橫 這個要先拆起來 都可以的 我都試過 它的指揮方法是簡單很多 其實我在辦公室砌的那個 我都很驚訝 原來我半個小時左右就搞定 最理想的就是它可以垂直發展 垂直發展 省很多位 其實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小弟已經在自己公司那裡裝了一個 可以給別人看的 我先找找 當兩位 攀陰的途中 我又找回 看 放到哪裏 蛤 原來我沒有仔細看說明書的 我原來是拿了東西的 哈哈 這件東西是向外的 哈哈 不過我又覺得在這個錯誤的過程中 裝裝拆拆拆 都是落出來的 都是落出來的 好了 這個就是我桌頭的那個 我配搭了一些天威勇士 那些 我覺得同比例的東西在一起 如果這樣可以向上發展 當堂我桌面就省了很多 我用了兩三個小時來玩 因為我最初就跟著說明書砌 然後我就發覺原來我桌面的方向 就跟本身的設計有少少不太對 很簡單我就立即拆拆一些件 就自己再拼湊過 整個過程都是很簡單 變成它的邏輯是很容易理解的 你看到大家組裝的時候 每一個件的功用 你組裝過一次之後就明白 所以譬如要過樓梯 我不放在左邊 我要放在右邊 可能要某些件才能做到 你了解後就很容易自己去組合一個適合你自己用的方向 你的桌頭角度是怎樣 右貼著左邊 都很容易去控制 到處了 本身裝組都要一定的力度 不需要鏡著鏡著 盡管幹就行了 裝多幾次那些件就會比較容易 可能第一次剛硬的時候就會比較硬 第一次是比較難的 不是正常的 第一次一定是比較難的 咦? 咦? 不是吧? 咦? 我剛剛的冷氣好像關掉了 突然之間有點熱 好了 對了 第一次是比較硬 少許手指 對,第一次是比較硬 要鑽緊一點 可以了 好,時間的關係 我已經組裝中間層了 漂亮 應該是一個樓梯 應該是一個樓梯 然後後面就是樓梯 樓梯就是… 先安裝了這個格子 就安裝在這裡 或者我們都不一定要組裝完 先安裝樓梯給大家看看 因為時間關係 其實我們有一件成品預備了 不過暫時想讓你們看看 我們的Cooking process Cooking Cooking process 先讓大家看看 大概需要的時間 讓你們有一個想法 當然是你們要組裝 你看到我們需要的時間 其實就不太長 已經到了差不多的地方 張家春說如果是1-12就好 暫時就不是1-12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試過放1-12 我就發覺其實 一到1-12 如果你想組裝一個同類型的基地 都大很多下 即是大三分之一 那麼1-18就很適合你去做兩層 三層這樣的玩法 因為去到1-12 其實兩層就已經去到盡了 所以我就理解它這個產品 就比較適合1-18 那麼其實剛剛香港的代理商那邊 就在透露 其實他們就在研發1-60 即Diacron 其實它是有一點充著的 Excel Rain的玩家 或者Diacron的玩家 那麼它暫時就在研究 可不可以做1-60 那麼它們的概念就是 其實底板可以不改 就只是改那些欄杆 或者是樓梯的尺寸 那麼可能它們是 譬如你已經買了1-18 那麼你可能將來它出1-60的配件的時候 你就可以混合起來 那麼我不用這個鐵絲 它可能會給一些矮一點的鐵絲網 或者細級一點的樓梯 細級一點的欄杆 但是它的底板是共用的 因為它的底板的洞子是很密的 那麼它總不知在研究暫時 就是可能會遲些 下一歲就輪到1-60 但是它是正確的尺寸 或者會有其他的配件 聽說可能遲些會試一下 可能會加上燈 或者一些可換性 換味性高的 例如一些升降台的組件 甚至是透明件 讓你原裝的蓋上去 就將產品變成一個塵列架 即是可以放在塵上 所以暫時這個是第一水 好了 899 其實組裝的過程也挺寬寬的 其實還可以的 重點是三個馬路在攪拌 很開心 我感覺很治癒的 你看到大家 我和德哥在努力砌的時候 不發聲就是享受過程 這個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應該是這裡 還有兩個頂 因為剛才我還未找到那件 是不是這個 是鄉外的 是嗎 這個應該就這樣 是平的 對 平的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這個是整個好像監獄風雲那些 已經加了一個 監獄風雲 這是Prison Break 然後你喜歡可以看裡面 不喜歡可以在外面看著裡面的人 你又喜歡一個 這裡還沒組裝好 你喜歡一個是男子監獄又可以 難道他可以是女子監獄 女子監獄更加 好 這些就是濕碎 真的是碎料而已 我們用一個幾分鐘 而這次砌完也挺多件剩的 我們還未用完 不過我想用完整的 清架一面 好 我們呢 即是 代理箱那邊就準備了一個 非常精彩的 因為有驚喜給大家 是的 真的很驚喜 那時間的關係 可能中間要有位 等等 這個要拉開一點 是 我幫忙扶一下 可以嗎 好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起 嘩 嘩 什麼叫霸氣 進後 進後 拍不完 進後 進後 可能是玩具TV有史以來最大件的玩具 是的 嘩 真的很厲害 再拉厚一點還可以 好了 扔半個出來 嘩 沒位了 嘩 真是 今天我們沒有一比18的玩具 我放見Dyacom 他先頂著忍 很震撼 也是那句 如果你無論玩情景也好 你用來當一個地方給玩具休息一下 Display 即是 那麼高它什麼都好 這頓是一個好選擇 其實有些朋友 可能玩開1比18 如果你放在家裡的Display櫃 因為很多人玩給12的 而可能 Display櫃很多都是給紅酒 所以是11吋左右 如果你玩Tyacom 你放進去 你就會發覺 咦 他又 我放了一層 又沒有第二層 好像要浪費一些空間 你可以其實用這套東西來砌 做一層一層 有些人很流行買 透明一個架 但那個架 其實可能他三層很矮的 都已經收你70元 但你想想 例如這個小套版 不用200元 即是200元有爪的話 其實你會有兩層 亦有一個情景 你可能放在家裡的櫃 可以用 是的 已經是一個 已經上滑了 也有一個 哇 這個重點 你怕不怕這個洞 你不怕我很害怕 而且你會看到這套東西 我很喜歡它的樓梯 在樓梯 例如我站上兩層 這個在上面 我在這裏描理 這些我覺得很棒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原廠當作另類的Display櫃 你嵌到高一高 你可以自己組合 適當的尺寸 你四格就四格 兩格你都可以玩 最理想的就是六格 嵌到高一高 然後就擺滿了 都真的不用擔心 如果你玩1比12 或者去到那些 大概9吋10吋的合金 其實你可以將兩層組合在一起 不做中間的層板 你都可以擺到一個 格納庫的情景 不過部分 例如欄杆 或者樓梯 就用上去的比例 就差一點 但你主要用一些板 其實都可以的 我講回 我這裡放了兩隻 1比18的Exit Ring 它的樓梯 是剛剛好站到的 即是吸與吸之間的高度 而且它的欄杆 就能幫助你的Exit Ring 的公仔的手 是可以拿到的 剛剛好 所以它站在那裡 就站得好均勻 如果你有玩開1比18 無論是Exit Ring也好 或者是大陸的工廠 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橫色六谷 那些真的是 是Best Match 是的 你看到它除了樓梯 它還搭了一些橋 橋也好正 我很喜歡樓梯 其實中空的東西 是有些夢寐以求的 大家知道 人口密度多高的時候 很難做一些中空的位置 這裡有樓梯 然後有幾層 然後這裡有一個 很浪漫的樓梯 雖然它未到旋轉 差幾層 然後它有些位置還有爬梯 它爬梯可以安裝在側面 或者其中有一些板 頂部可以拆出來 你這個樓梯可以塞在這個位置 讓它上 你可以在外面也可以 出玩也可以 入玩也可以 然後它這個 剛才我們說過有一個鐵絲網的門 這裡還有一個左右門 你可能像朱鑼梯 擺兩條恐龍 這條恐龍擺在這裡 可以做到那個風景 這位挺棒的 各大玩具零售店也有待售 好像也有很多地方賣 應該是宴貨售的 不用預訂也會有宴貨 看看大家的心意 看看大家的創意 看看大家的需要 大有大玩時有細玩 我們要給我們多一點時間清場 稍後見 這個清場也要一些難度 要一些力量 要一些力量